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亲爱的全国投票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到 好 那我们赶快用一下电脑 那我们发现在这个行情的走势当中 最近它都挤在一个区间带里面 大家有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不过比较重点的其实是在最近这十天的走势里面 为什么呢 我解释给各位听 过去以来它只要创高了以后 几乎都很快的时间会出现一次的拉回 有没有 那一次拉回的幅度也不深 可是它需要有来吓大家洗掉以后才能上来 洗掉刷一下才能上来 有没有 可是有没有发现这一次有没有 主要在这一根嘛 带上引线的高点 它这次压回它止住了 它反而这一波没有顺势再来测一次 然后呢 它就用一个时间一直挡在这个9200这附近 这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是洗盘已经快要接近完成了 那当然大家听到这样子说 老师那你干嘛上看一罐2 没有这回事 你不需要上看这个指数的高点 我跟各位讲过嘛 其实现在的台湾 指数已经没有什么大破大力的空间 你要出现那种两三千点的波段 难上加难 因为第一个没有量嘛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主轴啊 现在很多的主轴 它几乎只涨一个月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今年有很少有股票从年初涨到年尾 过去我们把年初涨到年尾的股票叫做什么 叫做主流股 今年哪有年初涨到年尾的股票 对不对 今年汽车股只有涨上半场 同志他们在盘中 同志胜利都杀下来了 维生他没有动 对不对 建林最近震荡也很大 今年汽车股只有涨上半年而已 今年的生计股呢 只有涨选钱 选钱到520反弹一段就没了 那太阳能呢 太阳能在底部盘底 上半年没有表现 那如果有表现的话 应该也是在下半年 所以今年你看 很少有公司是从头到尾拉上来的 那当然有人说老师Apple就有啊 可是投资朋友们 今年我们看到洪家军 虽然是主流 但他真正起涨的时间点是什么 是下半年 也就是说今年来讲 几乎没有出现年头涨到年尾的股票 今年呈现一种什么状况呢 年初涨一个主流 第一季涨一个主流 第二季涨一个主流 第三季涨一个主流 那么理论上来讲 第四季呢 应该会有新主流 所以现在的节奏它是越来越短 那有的人就说老师这股票怎么做呢 节奏这么短 节奏短也有节奏短的做法 市场上只有两种人嘛 做不赢的就离开 那留下来的话你就认真学啊 对不对 人生的关头 人生的决定 永远都只有两条路 离开或留下 对不对 你爱追你老婆的时候不是这样吗 人这辈子不会只谈过一次恋爱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啊 追不到呢 你可以继续追啊 不是有一部日剧叫什么 101次求婚吗 你被打枪十次 你可以继续求第十一次啊 你求一百次也无所谓啊 最后谁能够决定成功与不成功 决定权在你 留下来你就换招 要嘛你就干脆放弃 那 投资本在这个市场上 当然就是要留下来赚钱啊 对不对 放弃的人现在都转去做什么 讲一些财经主轴了 很少在讲股票了 你会发现到市场上很多名嘴 他现在也不做股票了嘛 就上上财经节目 领领通告费 像我们这种跟你们 站在同一线继续打拼的 已经越来越少 因为大部分的 我们知道说市场上很多的投顾老师 他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 你不觉得现在投顾老师变少了吗 在全盛时期的时候 大概是现在的三倍多 现在投顾老师变很少 那些都被淘汰了 跟不上这个盘了 那 那我们讲一个逻辑上的重点 就是说 照理来讲 月是 我们讲 最后留下来的人 对不对 当行情发动的时候 你才是独拿的胜利者 所以其实 我常跟各位观众讲 你们是赢家 你知道吗 因为 量变少的情况之下 你还在做股票 你会是赢家 但是你要抓到方法 好 那我们说 这一次这个 双十国庆之后 震荡以后 我们要利用底部来做进场 什么叫做底部来做进场呢 是个股的底部 当然不是来自于所谓的指数的底部 那个股的底部 其实相对来讲是有机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逻辑叫做 高档上追 没有人能赢 高档上追 有谁能赢 低档进场 不赢也难 大家仔细地来想想看 在我们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怎么赔到钱的 你到底是怎么赔到钱 如果你都只是小赚小赔 其实这样子三万五万 不太可能伤到你的本金三四百万 通常会真的赔钱 一定是有一档股票被砍到大支的 那比方说最近这几年里面 我们讲五年之内 最重要的股票应该就是宏达电 这档股票死掉非常多的人 这档股票有非常多的人是从这个四百五百一路掉下来的 那另外一档股票当然就是TPK 死掉非常多的人 那当时从这个三百一路掉下来 尤其到两百以后有人要追 那来到一百以后想说既然已经跌这么多了 低阶一百总不会出事 可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危险 岌岌可危 对不对 因为人类的视觉 人类的印象会停留在过去 你以为一档股票它过去曾经三百块 打折以后会很便宜 但是你低阶呢 却不代表它未来会继续涨 对不对 因为涨它的动能来自于日后会涨 可是日后会涨跟之前是下跌的 它其实并没有正相关 除非你这档股票相对来讲跌到一个奇长点 可是你原本的优势还在 那这些股票并不是存在这种现象 那另外我们来讲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受到大伤的 就像什么 百言嘛 很多人这一档股票是重伤 那另外像什么 自威 很多人这档股票在里面赔了七八百万 不骗你 赔了七八百万 因为你在急拉的时候被人家锁码 拉起来很好玩 很多人觉得这一段涨得很有趣 就是说我今天只要有种买个十张 隔天我出掉或是两天后出掉 说不定我就可以赚个二十万 所以我们来看到 当时这一段很多人在玩 那跌下以后就有人开始接 接接接 一路接 接不动以后就破底 再接不动又破底 那反弹都没有过前高 现在自威回到这个两百多左右 大概只剩下当时三分之一 很多人当股票大概身上赔了 大概七八百万 大有人在 对不对 那有人问我说 我六百的自威 五百的自威怎么办 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你说你价差 来来回回怎么做 去降低成本 坦白说我都觉得很困难 我觉得专注一个重点 就在于说什么 打从一开始 你就不应该在大涨十倍以后 叫人家去买 对不对 不夸张啊 这股票 对不对 当时七十几块 最高六百七十五 将近十倍啊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 今年来讲的话 受到重伤也一定就是形象 这张股票死非常多的人 很多人这样股票赔的屁股 那有人就说卫星象爆区嘛 老师这样讲不公平啊 对不对 买在八十的人涨到三百 的确是赚啊 的确是没错啊 可是大部分买在八十的人 很少报到三百 据我所知 八十块这个地方买进的人 能够出到一百四了 已经是人中之龙 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了 那通常卖在一百四涨到两百二的人 你不会接回来 那什么时候会接呢 开始跌的时候 开始盘的时候 他就会想在这边接 在这边接 有没有一路接 要是你之前下面没有买的人 来到三百 借着股价壮胆嘛 因为反而都看好啊 你就三百也买 两百多也买 这样一路买 买到现在你就不知道 自己手上股票怎么办 所以我说 终究一句话了 高档上追有谁能赢啦 低档进场不赢也难嘛 那我们既然证明了高档上追 其实你是赢不了 而且你会受重伤 我们现在就来观察看看 低档进场会不会赢嘛 对不对 两个逻辑来逻辑看看嘛 那第一个当然今年最有名的例子 一定就是广宇啦 广宇这档股票 投资者们 从当时的低档 打了这个半年的底部 有没有 你现在当然不能追了啦 你当时在这个15块的时候 翻上来就是两倍嘛 两百趴 就像我常跟我讲的 对不对 你要倾听市场上 它要表达什么讯息给你 有的时候你要听听盘面 告诉你什么事情 因为分析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会学很多东西 学价啦 学量啦 会看资卷啦 会看外资的变化 会看外资的进出 会外资的多空单 然后再来解读这个讯息 那这就是所谓的初步学习 那初步学习代表就是说 让你去熟悉使用这个工具 可是这个工具 会不会永远代表 方向会预测对呢 不见得嘛 最终还是什么 当方向出来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这就代表是市场的看法 因为你的想法 只是代表你的想法 就像很多人认为景气不好 股票为什么不跌 这个念头已经烦恼很多散户 已经烦恼两年了 景气明明就不好 为什么不跌 景气明明就不好 为什么不跌 为什么九千点 股价为什么在九千点 九千点怎么进场 那很多人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两年来都没赚到 这就是我说的啊 因为你有你的想法 可是你的想法却不是市场的想法 那市场代表什么想法 因为我就讲过啊 热钱在这地方不走 你股价不会下来啊 那要等多久 什么时候会走 你让美国升息三次 到明年六月或九月 我说这个行情 还要这样再继续走一年 那赢家适应这个盘势的话 当然你要达到周周二十万 一个礼拜目标二十的话 底部进场啊 从现在到明年九月 还有五十个礼拜 对不对 目标一千万啊 这就是我说的啊 每一个季度 你能够抓到当下的主流 所以今年其实要好的把握 那我们来看到 既然盘面上的倾听 告诉我们的声音 高档不可追 低档要把握 我们赶快来找个低档的股票 那我们举这样股票为例子 像我们的新阳科 对不对 那我们当时跟各位说过 今年有一个最帅的集团 就长华店 长华店这个领军的这个集团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长华 从什么时候上来 九十块这个地方涨到一百四十几 那最主要是因为 他们这一次新挂牌的新股票 叫长华科 长华科从一百三涨到两百六十二 这什么概念 两百趴 代表你五百万的资金 现在已经是一千万 隔多久 一个月 所以你抓得到股票 就是赢家 抓不到股票 你就是输 那因此的话 抓股票是最重要 解读政治面 完全没有必要 对不对 那你说政治面 真的要解读的话 你怎么解释 人家长华科赚了几百万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不是你 那主要就是因为股票选错 第一个股票选错 第二个呢 买了以后不敢报了 所以重点在于 筹码重点在于什么 低档 重点在于没有人先拉到 那你如果在这个起涨点 能够把握的话 我们来看 长华电子集团当中 尤其是在黄佳能董事长 他出任了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叫做什么 新洋科吗 当时我说 那这个股票 在出任董事长一年以后 对不对 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双十节回来以后 再供一根涨停板 对不对 所以你当时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价钱 还在这个低档区的时候 你只要能够把握 你大概可以买在15块的附近 非常豪卖 非常豪卖 那你如果买在这个15块附近 甚至于你买到16块半也无所谓 到今天价差都超过3块钱 3块钱 从16到19 价差都超过3块钱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过完双十是 一口气拉到18块 到今天再创新高 那很多股票在双十节之后是震荡的 为什么它震荡之后再创新高 除了它本身9月营收是创历史新高之外 大家去想一个问题 最大的原因在哪里 它股价在低档 股价的低档 在下面打了一年的底 对不对 因为黄家人是在这个时间点 出任董事长的 把岌岌可为的跌势止住 岌岌可为的跌势止住以后 在这里创一个营收历史新高 他也不是跟你说我来做股票 不是喔 所谓的整顿是这家公司真的 它历史营收就是创历史新高 而且是连续两个月 8月9月一直上来 你8月9月如果创历史新高的话 下一个重点在哪里 在第三季的季报 接下来要公布季报嘛 你季报公布它可能是大黑嘛 那重点在你股价底部 有没有 今天就一定拉上来了啊 大赢家 对不对 你当时成本16块半的 今天来到19块多了啊 我们抓你3块钱的价差就好 对不对 16块买个几张 200张差不多吧 一张三千 这样多少 60万 60万啊 有经过多久吗 没有啊 有经过多久 就是国庆前到现在啊 人家双十国庆 你再数60万啊 这就是做股票赢的道理 赢家是这样赢的 赢家不是涨了以后 跟人家讲说哪一支股票好厉害在那边追 你看当时在这个底部的时候 你要敢于勇于承接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啊 你看低档进场是不是不赢也难 你就像输你输不到哪去啊 你要输你都很难啊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底已经一整年都没破过了嘛 你要打破它除非有非常大的利空才破得了 可是你看一整年的底部都没有破过啊 那你买在这个地方等它 蹦蹦就上来了啊 对不对 那其实你也不用等啊 8月营收创新高的时候你来追 到9月营收再创一个新高就上去了 你顶多了不起等3个礼拜 那像我们是直接买进去就涨了 是不是 这就是证明啊 对不对 低档进场不赢也难嘛 那既然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来看了啦 哇你看这次新阳科最漂亮 这台是这次最漂亮的股票 从15块这个地方上来 你如果15块就买到的话 你价差4块钱 4块是80万 80万好多哦 30万赚80万怎么不多 你算三档就一倍了 新阳科再换一档 然后10月做完新阳科嘛 11月再做一档 12月再做一档 这样就一倍啦 你过年就好过了 200万 这股票一点都不难 掌握到几个诀窍 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说这个股票乱买 你看也没有啊 因为我们是真的抓 第一个经营团队嘛 第二个股价在底部 再来呢 业绩爆啊 你只要在底部买业绩爆的股票 基本上很难输啦 那如果说一档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再来看 昨天点名 昨天预告的股票嘛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有没有 预告有没有成功 有啊 今天直接创新高一度快要攻上涨停啊 对不对 是不是很简单 就跟画线让它走一样啊 是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啊 今天早上还听说 有观众自己跑去偷买 算你眼明手快 很多观众喜欢看我们的节目抓股票啦 那我还是这样跟我讲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成本比你低 你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出 对不对 虽然你觉得这样子很好玩 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建议 你何不第一步就跟上我 那我们来看 我们昨天说的什么族群最整齐 背痛元件 那今天创新高的股票又要多了 包括玉邦 你看九月宇宙也是漂亮的 对不对 那今天持续来创一个新高 那说到这个太阳能 我们说还有一档 对不对 安吉嘛 那今天盘装的时候 顺势就拉上来 因为它这个就是股价在 激起位置够低的地方 有没有 它挂牌以来 挂牌三稿价18块多 挂牌以来一路跌 从来没有涨过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这家太阳能公司 除了太阳能模组之外 它还有电厂 因为现在大家都担心 这个电池的报价没有上来 太阳能不会赚钱 可是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左手有电厂 右手有电池的话 你最慈祥 为什么 当电池价格在下跌的时候 你的太阳能电厂成本是降低的 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对它来讲是大进步 那当你电池价格往上 你的太阳能模组厂商 基本上又有机会 暴增获利 所以这张股票是目前看起来 而且它又新挂牌 挂完牌以后没有人动它 对不对 它当时挂牌的价格18块多 几乎没有涨到 一路跌回去15块多 跌了这一段 现在太阳能只要上来 我说 因为你太阳能很多 成交上都上几万张的 那当充客有很多在里面 你要找筹码干净的不多 这张股票第一个股本不大 再加上就是说 它北中南游政府的标案 这才是真正新政府的那个 政策受惠股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这张股票 今天抓发动的第一天 被动元件 它为什么会涨 被动元件因为日币涨升 涨了大概半年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很多日常都挂了 台股 尤其我们台厂 很多被动元件第三季是非常漂亮 那我昨天说过了 如果说被动元件 它的股价还在低档 可是9月营收暴增的话 这种股票就是最好的机会 有没有 今天抓起来低档 非常的漂亮 那全新的周周20万只要588 一路带你到过年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微加回来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有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资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资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周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对 实际上 检查 1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不管你过去曾经失去200万 300万甚至1000万 难道你不想跟你的钱团圆吗 对不对 你这一波如果有做到常华科 我看300万你都回来了 200万也回来了 对不对 台湾有将近2000家的股票 一个礼拜有5天 整整有5天怎么可能连7%的空间都找不到 那你300万的资金7%是不是刚好20万 所以你一个礼拜的目标20万就好了 确切一点来讲 你只要找到7%的幅度 一个礼拜有5天 在5天当中只要达到7%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最合理的要求 最合理的要求 对不对 那别人涨过的股票你不要追 因为我们说底部进场不赢也难 所以抓第一根我们来看瑞云 有没有成功 有成功啊 当天带出了一个5%的涨幅 隔天就见到涨停啊 10%加5%多少 15%啊 就算你前一天没有买在平盘附近 甚至于你是尾盘才追的 你第二天都有10%啊 是不是这样讲 10%20万的 200%的资金20万10%多少 就20万啊 对不对 因为你创新高啊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新股票新挂牌 位阶低 价格又不高 然后相对带出题材的 最有机会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拿到20万 要不然我们生产怎么成功的 瑞云怎么成功的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常华科怎么成功的 所以太阳能我会直接看刚挂牌的安吉 光单凭这一点 我就觉得它筹码别人漂亮太多了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太阳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 今天开始有点转强了 对不对 它挂这个重新挂牌以后 1234567 第八天指纹 股价已经开始出现越过前一天的高点 越过前一天的高点 那么这就代表说 过去这一段日子来有减资的股票 有可能在台阳的带动之下 顺利的发动第二段 另外我们知道 今年有很多已经跌很深的股票 像包括百元 它在底部出大量 有没有 这会不会是被人家接走的讯号 那如果百元在这边做指纹 一并要来观察其他的低档生意 包括像什么 左灯也是低档爆大量 有没有 先进光 这些在低档爆大量的公司 很有可能成为下一波的底部期长 而我明天呢 会带你买进 这一档全新的底部期长 把握这个机会 只要五八八 一路带你到过去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赞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北都TypeNet 超值优惠 双响炮 新世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最低 只要399.3元 违约补偿 最高2000元 限时加码 再送首月免费 149台全数位频道 68台HD高画质频道 搭配新世代光纤标网 限时加码 再送首月免费 第二到四个月 搭配30枚 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 第五个月起 数位有限电视 搭配30枚 每月只要690 搭配70枚 每月只要790 搭配120枚 每月只要890 多人多鸡 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 保证金 再次